在2020年12月9日那天 中央某军事节目中曝光了一款新型装备 这款装备能够让一名解放军 轻松扛起重达50公斤的155毫米炮弹 当旅兵穿上以后 还可以背着一名140斤的伤员一路小跑 这就是单兵外国格装备系统 其实早在2019年 北京就举办过单兵外国格系统挑战大赛 在当时有上百只队伍参加了这次比赛 各种新型自主研发的单兵外国格也随之亮相 穿上外国格的士兵们搬运物资 负重奔跑都轻而易举 那么到底什么是单兵外国格装备呢 对于螃蟹 虾 蚂蚁这类甲壳动物来说 外壳既可以当作猎杀武器 又可以用作保命手段 所以顾名思义 单兵外国格装备系统 又被称为可穿戴机械装备 它是一种增强人体各项功能的机械装备 以机甲为动力 为人类提供额外的安全保护和运输能力 2003年美军最早提出单兵外国格这一概念 在现代战争中 装备机械化全面普及 一个士兵身上除了要配备头盔 防弹衣 枪支 弹药等基础装备 还要携带手雷 急救包 夜视仪 口粮等 加起来至少50公斤重 这对于战场上的士兵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据统计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士兵因过度负重而引发骨骼疾病的人数 比之前增加了10倍之多 美军每年都要花费5亿美元到治疗相关疾病上 不知美国各国士兵也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所以单兵外骨骼计划是非常迫切的 最近 在中国5000米的高原上 西藏偏远地区的边防战士 就实现了单兵外骨骼系统装备 这款单兵外骨骼装备重量不到5公斤 在装备后可实现全身减重 行走时能够提供30%以上的减重 战力时减重效果甚至达到了70%以上 使用之后 士兵们表示大部分重量都由外骨骼承担 背部也感到十分轻易 有效避免了引发腰伤腿伤等 而且这款装备也非常方便 两分钟不到即可完成穿戴 30秒就能轻松脱下 同时 这款外骨骼系统 几乎可以无视地形负重情形 为边防战士的安全提供了更高保障 除了边防 工兵 后勤 医疗等领域 都已经开始投入使用 此外 外骨骼系统在民用领域 也开始大展身手 比如说在工业中 物流搬运 工地运输等等 它为工人的健康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同时 在医疗领域更是人类的福音 目前在中国 外骨骼系统已经帮助了近万名劫肢瘫痪者 重新站起来 在航空领域 最近的探月工程中也运用到了这项技术 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外骨骼系统能够全面普及 帮助越来越多需要帮助的人 再把这输口 从中文社里面 也行 把这输口